你看看 刚才我就要给你 你有跟我说叔叔的事吗 我就没给 你看 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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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同事伤心人 你说就应该相互的联系一下 对吧 你看我这脑子 把这个给你 不是化妆品 拿着 什么 钱 我不能收 干 干 不是 你干 你干什么呀 不是 真的 真的不能要 你干吗呀 我是给老人的 你看那葬礼我也没去 我是不是应该意思一下呀 不不不 葬礼已经过去了 我真的不能收 怎么不能收啊 你没拿我当朋友是吧 你要是不知道 我不白忙了一下午了吗 你看你怎么这么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真是的 你看 这都几点了 你瞧 我这还要跳瑜伽呢 我可请的私人老师 一小时六百呢 快拿着吧 快 我都来不及了 去 不行 回来了 你今天去哪儿了 老实交代 没去找小强啊 没有 找他干嘛 他没跟你联系吗 没有 怎么了 你记得了吗 行了 给我了 你还记得了吗 嗯 你爸走的那天 我们不是分头去找小强吗 嗯 贾典娜跟我说 那个淼淼 就是小强之前那个 死了的那个 他又回来找小强来了 四人复活了 哪儿啊 他根本就没死 他说骗我们家小强嘛 他现在日子过得不好了 又回来祸祸祸 我们家小强来了 别乱说 我觉得你是有那个 被迫还妄想症 凡是接近你儿子的人 你都觉得人家 没安好心眼啊 你放屁 我觉得现在 嘉姐那就挺好的 至少他每一次 跟我们家小强在一起的时候 都是清清白白的 都是正道光明的 不像某些人 成天霍霍别人家庭 娜娜什么时候把您买通了 你看那德行 谁买通我了 我只是看不惯那些老亲人 回来霍霍别人家庭的行为 没水往哪儿倒 怎么没水啊 你紧张什么 是不是你的老亲人 也来找你呢 你看你这又来了 我爸才走几天呢 你这老毛没用饭了 真是的 那你开个玩笑呢 你紧张什么呀 就你这德行 谁能要你啊 是 那你还不放心 痴呆了吧你 还没法跟你说话了 你怕什么 怕什么呀 没做亏心事 你怕什么呀你 那我真的要你 这就要你了 好 你那我还不想问你 それ吧 天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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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病了 我以为坏了 是接触不了 好了 是吧 好了好了 赶紧睡一会儿 好 今天不看书了 不看了 今天不看了 是吧 没想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就这么大岁数了 还得熬夜 皮肤都搬蛋了 好好好 那个行吧 那您忙 您忙吧 好 黄米翘 阿姐 好久没见了 你最近怎么去公园练舞了 大家会想死你了 对不起 你到这儿干吗来了 怎么不回家呀 我问你 咱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这件事的从头到尾 我没有一点对不起你的地方 可是你都干什么 上我们单位去闹 查我的通话记录 你要不要雇一个私家侦探 二十四小时跟踪调查我呀 我是快退休的人了 在单位的一辈子名声 都让你给毁了 你在单位一辈子的名声上 我给毁了 可是我呢 我这一辈子都让你给毁了 我们讲 你有本事骗我一辈子 你别骗了一半 你就胡骗了 我以后的日子我怎么过 我问你 之前这照片 拍着通话记录 你怎么解释 我不想跟你吵架 那是因为你没礼 你不就想离婚吗 赶紧的痛快力缩的 我知道 你就为了你那个初恋女友 不就是那个富婆吗 我什么都比不上她 我一点都比不上她 我主动让她嫌我嫌我 是谁呀 死心塌地 能为你过了这一辈子 是谁呀 大半辈子就这么伺候你 你有良心吗你 你什么给我闭嘴 破本腔 你疼了我一辈子了 你今天为了这个女人 你竟然骂我 我今天就骂你了 但不是因为她 你说你都干什么呀你 我爸走了以后 张勇华 人家是一个外人 人家就知道来安慰我 带我去听音乐 放松我的心情 你都干什么了 你也除了才一算计 你还干什么了你呀 就连我爸躺在病床上 你还在算计呢你呀 我爸是不为寒 你就猜疑我 跟这个女人 跟这个女人不干净 我们老皇帝 容不下你这种尖酸磕骨的女人 把虎骨子找上来 离婚 你刚才说 她带你去听音乐 她还带你去干吗了 人家那是在安慰我 你知道吗 那她还怎么安慰你了 她 离婚 离婚就离婚 不就离婚吗 谁怕谁呀 乌龟怕铁锤呀 这日子不过了 离婚里 有什么了不尽的 小赵 我要问你了 黄老师 您计时 不用问了 直接给我们办手续吧 您二位的脸色这么差了 我觉得吧 有什么问题 咱说出来沟通一下 您二位感情那么好 你傻废话 赶紧办手机 你对我妥提态度好点 好吧 那个 您二位 对于那个财产分割还有意义吗 财产分割 你提这个我就有气 这样 不是我的 我有一分都不要 她欠下的债 她自己一个人还 什么叫我的 她的 你跟我分得这么清楚吗 我二十岁我就嫁给你 我跟你分了吗 再说了 什么叫欠债 我欠 欠什么债 我欠谁的债了我 你还好意思说呀 啊 这些年你投在那个什么 什么 创业版机油股上的钱 还有你股东别人花的钱 少是有一百万了吧 那叫投资 你懂不懂 人公司还没上市呢 我买的是原始股 你有没有经济头呢 你 你做梦吧 我说啊 赚条那么容易的话 大家伙都成百万富翁了 你这个没良心呢 我为什么要挣钱 还不都是为了你吗 为了我们俩都退休的时候 日子能过得好点 谁跟你似的 干了一辈子 连个芝麻绿豆瓜都没有 我不当瓜怎么了 不当瓜也要活得有价值 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别人面前出手 你心里边特别高兴啊 小赵 小吴 小李 小刘 你们大家伙都看看 我没法跟他过夜去了 马上搬手去 等等 干嘛 什么意思啊 后悔了 我告诉你 今天你不跟我离 明天我就到法院起诉离婚 我不跟你离 你想的美 就你这样的 我得好好想想 怎么跟你分家产 好啊 分就分 我 不是 我们的小牌 牛里鸡 牛眼肉 都特别好吃 你多吃点啊 快 尝尝这个 哎呀 又配的蒜超好吃 怎么了 怎么突然来这儿吃饭呀 这儿多贵呀 你还吃嘛 你还吃就多吃点吧 这太好吃 怎么了 胃口不好 我给你讲个教法 我刚听了 说小明 有一天跟他爸说 说爸 因为我没有微信 他就说 我 好 我怎么没有微信呢 我在这家还有微信吗 我说的话你从来都不听 不太好笑啊 没事 那吃饭吧 炒点肉 小强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什么事 我去一下洗手间啊 我去一下洗手间啊 好 去吧 我们一会儿去哪儿啊 一会儿 随便 你说吧 你想做什么呢 我看什么都行 那我们去看电影吧 好 我听说演个喜剧最近还不错 好 看电影 看电影 就看那儿去 电视机归我 当时是用我的工资买的 拿到 洗衣机归你 别说我占你便宜 还说不占我便宜呢 那洗衣机是十几年前买的 现在人家都用 那个什么滚筒式洗衣机了 还不占便宜 那我就用空调跟你换 随你的便吧 黄本强 我跟了你一辈子了 零了你能不能认真一点 认真 那不就变成你这种斤斤计较的人了吗 你 我们可以离婚啊 可是你不准对我人身攻击 你 没有 我没有啊 行了 所有的东西都给你 连这房子也给你了 好吧 我就要楼下那间小房子 回头我卖了 找个别的地方买一套住 省着离婚以后 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 什么 你要卖小房子 对 我绝不同意 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了 你懂不懂什么叫适可而止啊 大房子给你了 那小房子你还要啊 小房子可以给你 可是不能卖 我就要卖 我坚决不同意 好 那咱们法庭上见吧 你一定要幸福 会的 淼淼一定会幸福的 为什么你被承担待着呢 一九九零年七月八日 我们终于有了第一套属于自己的小房子 还记得我们俩第一次来这儿合作唱歌吗 心间 情爱 你是否还在 请晚不要一遍 那个时候 她是装的 我不喜欢 没关系 可是此时此刻 我想告诉你 我是真的爱上他们的歌 你信吗 不是 小强 你相信我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但是关键的是你要振作起来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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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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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调什么调不用调 离婚 该走的程序还是得走 这是规矩 是啊 老黄不愧在这个工作岗位上 干了快四十点了 了解内情的 接下来就请你们二位 陈叔一串 离婚的理由吧 老黄 我知道啊 在外人面前 说家里的事情 是挺别扭的 但是没有办法 你也知道 这是咱们这里的规矩嘛 好让他先说吧 你还有脸让我先说 你也看见了 这个老不正经的 在外边跟别的女的 勾勾搭搭搭 暧昧不清 别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啊 难道不是吗 阿姐 你 冷静 冷静 你听我说啊 阿姐啊 我觉得 这个男人在外边都是逢场作戏 女人 不 我跟你讲啊 我认为 你在老黄的新某当中的地位 是绝对不会撼动的 洪处长 我真的没有啊 我知道我知道 老黄 你打个比方 就是比方是吧 嗯 你为什么要跟阿姐提出离婚呢 不是 你要是不说 那我没办法 进行调解了不是吗 我受不了他的算计和猜疑 那是你心里有鬼 我公民这么大 我我我我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好 阿姐你听我讲啊 老黄 我得劝劝你了 阿姐这个人是非常不错的 我是很喜欢的 你说的那个算计啊 我认为根本不是算计 那叫勤俭 怀疑也不是怀疑 但是他对你的爱是在乎你 我就大了闷了 夫妻之间生活那么多年 你就没有发现 阿姐身上的优点吗 洪处长 什么也甭说了 这婚我们离定了 马庭见吧 谁不上法庭谁孙子 你骂什么人呢 我就骂你了怎么着 好 阿姐 不是 老黄 你坐坐坐 阿姐 你坐下 我跟你说啊 阿姐 我也得劝劝你了 虽然老黄呢 没什么本事 脾气又大 那个 又不着体贴你 可是你们两口子 毕竟过了几十年了嘛 那么多年都忍下来了 再忍几十年嘛 再说了 你们俩 跟谁过 不是过一辈子吗 还有这个离婚 那是劳必伤财嘛 洪处长 你怎么这么说话 老洪说的都对 不 他有一点说错了 是 我忍你忍了几十年了 没办法再忍你下去 我一天都忍不了了 你不是说要走什么程序吗 走啊 走完了以后想把庭离婚 那既然你们俩都适宜 不再进行调节的话 那我们这个流程就结束了 你怎么想什么呢 我告诉你 这 费什么不高度 反正是好事 什么麻烦 我想爸帮助明买的办法 什么办法 你先别着急嘛 现在爸再没一撇呢 让我再好好想想 我一定要把这事忘好了 相信我 好 别担心了 走 喂 张永华吗 没事没事 那个 我挺好的 最近姑子有点忙 一直没时间联系你 对 那笔钱我是必须要还你的 不不不 这个钱我必须得还给你 真的 出差 去哪儿啊 迪拜 我记得你不是穆斯林哪 那你什么时候 跟谁打电话呢 跟你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你的情人 嘴放干净点啊 没事没事 接着说 上迪拜什么时候混 你是 我来这套 真的来点新鲜来 用死我 喂 我 我来走 我来说 我还没想到 我不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喂 小强 你妈不见了 你又怕她怎么了 她这次离家出走了 我妈想让我回家 也不用用这招吧 不是 你妈真的离家出走了 我们俩都办离婚手续去了 你赶快回来一趟 你怎么了 你开什么气啊 出什么事了 我一不在家 我们俩就闹饭天 什么 你们俩冒离婚都闹到法庭上了 你们俩冒离婚都闹到法庭上了 什么 你们俩冒离婚都闹到法庭上了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呀 小强 你已经是成人了 我们就不用为你考虑了 那我也是你们儿子 我是你们唯一的儿子 你起码要跟我说一声吧 是 是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 赶紧把你妈找回来是关键 对 小强 爸说得对 咱们先去把妈找回来吧 这样 爸 你们呢就在家里面等消息 万一妈回来或者打电话回来呢 我们俩出去找 您别着急啊 走 小强赶紧走 好 真能闹吗 还没接电话啊 对啊 你说我做他们儿子我真累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不靠谱的爸妈 先别这么说了 我爸妈这回来真受伤了 别出别的什么事 灰 别瞎说啊 能出什么事啊 女人要真被逼急了 什么都干得出来 好啊 别说别说 你赶紧去转吧 你去那边我下去我下去 喂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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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你刚才叫我什么 对不起 我刚一着急就这样叫我 走 小心 我把你叫脸是想乐乐你妙妙的事 雅妈当年没有死 她得了重病需要截肢 她不想连累小强 她希望小强留下全是他们两个美好的回忆 所以她骗了他 说他死了 可是她现在回来了 它来看了小强 我们就遇到了 它回来干吗 它干什么 它说她现在要结婚了 她希望结婚前再看小强一眼 那小强有什么反应 我觉得他很纠结 看得出来 他特别心疼淼淼 连我自己的儿子都那么混蛋 怎么初恋情人一个一个全冒出来 妈 您的事情 爸都跟我们说了 再跟你说吧 他是他清白的是不是 连手都没碰过是不是 我是混蛋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心灵出轨比 比肉体出轨更严重 跟他过了一辈子了 他心里去想别人 您先冷静一下 其实您的心情 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 当我知道有淼淼这个人的时候 我整个人也完全懵了 小强跟我说了他们的过去 所以我知道 缓缓在小强心里有多重要的位置 我真的我都快崩溃了 可是当我看到缓缓现在出现在我面前的样子 听她跟我说了她的经历 说真的我非常同情她 因为很替她难过 也许小强怕我多想嘛 所以她不断地掩饰 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可是我看得出来她有多难过 所以我陪着小强到山顶去喝酒 她喝多了 她倒在我怀里哭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哭得这么伤心 她把所有能说的不能说的全都说出来了 可是我知道 她已经释放了所有的压力和痛苦 她就说出来了 从那以后 小强没事了 她现在可以很坦然地面对我和淼淼 所以阿姨 我想说的是 支持和信任 是除了妻子以外 别的女人给不了丈夫的 所以 我们只有坦然地面对过去 才能够 解决现在的危机 这是最好的办法 好 太难 对 不管那个人对爸爸来说有多重要 那都已经是过去时了 能跟爸爸走完一辈子的 只有你 可是她把我说的一文不值 你不想跟我过下去 其实她非常在乎您 关心您 她一晚上都没睡 一大清早就把我们俩闹起来 让我们满世界找您呢 怕是您一个人的 谁也抢不走 除非您自己真的不想要了 真的 真的 爸 找到你妈了吗 找到了 放心吧 她人呢 她说她暂时还不想回来 现在往那儿住着 让我们喝过 我知道你心里还是惦记我妈的 现在说这些没用了 怎么没用啊 我妈说了 想和你一起去见见张永华 儿子 我跟她真的没有什么 我 我知道了 别说了 我妈说 那是你记忆中一段美好的记忆 所以她想跟你一块去见见 你曾经喜欢的人 这不应该变成一个 一谈到就谈苦涩变的事情 她真这么说的 还是你妈懂我呀 妈 进来吧 妈不舍弃 歇会儿吧 不是 上哪儿去了 挺担心你的 走了 走了 没事吧 笑一个 笑一个 笑一个真远远 你也妈咪 笑一个 笑一个 笑好看 笑